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在即,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有外国记者格外关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乘坐的火车情况。 记者提问称,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乘坐专列的照片显示,是一个中国火车头拉住专列车厢。 这个火车头与专列穿越丹东边境时的火车头不同,中方有何回应? 对此,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,经协商,中方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,成朝方专列过境中国,赴越南出席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,提供了交通保障。 金正恩专列驶入同灯火车站KBS直播截图,网友纷纷表示,东风排鸡车头,你值得信赖?大国气度淋漓尽致,韶山排内燃鸡火车头。 当然,你可能更熟悉这个图示。 另外,关于此次朝美首脑会晤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,中方期待朝美领导人会晤,照顾彼此关切,为实现半岛的无核化,持久和平稳定做出努力。 很高兴事态,是朝著中方所主张和所希望的方向在发展。 这就是中方一直以来所发挥的作用。 我们也会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。 金特会倒计时。 据韩联社等报道,经过长达6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,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乘坐的专列,于当地时间26日上午,抵达位于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南亮山省同登火车站。 多名越南官员和大量当地民众,到火车站迎接。 直播视讯画面显示,金正恩随后乘轿车离开车站。 当地时间26日上午,经过170公里的车程,经越南北江、北宁两省,金正恩抵达越南河内梅利亚酒店。 据朝中社24日报道,金正恩是在23日下午,乘坐专列离开平壤的。 除了出席27日和28日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, 他还将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。 据越南外交部讯息,特朗普将于26日下午8点半,飞抵河内内盘国际机场。 据路透社报道,美国白宫发言人沙拉桑德斯,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表示,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27日晚上,在越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次一对一会谈。 随后与顾问共进晚餐。 特朗普28日在会见后将离开越南。 请提供到正式友好设置。 感谢观看